在我们的生活中,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内心狠毒的人,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同事,朋友,甚至是家人。 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这些人的特征,就能够及时远离他们,避免受到伤害。 真正内心狠毒的人,都有这五个特征遇到了要远离。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 1. 为达目的,负责手段。 这样的人,心中是没有道德这一底线的,甚至可以说是自私的,他们将自己放置于最高位。 我们与这样的人,在日常中处事是非常累的,可能你稍有不注意,就可能惹得对方不快。 劲得罪了对方,又或者你哪里都做得非常好,只是因为你正要做的事情对他的目的有所影响,那他就将可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对你不择手段。 可能最初,他也会为自己的不择手段而感觉到悔恨,但悔恨过后他,却又沉醉在用不正当手段带来的快捷的成功中,而在尝试到甜头后,就将会使他拥有侥幸心理。 他会不断地跟自己保证是最后一次,下次自己一定公平竞争。 但当他下一次面对进退两难的困境的时候,将会重复以上的心态,等彻底后悔,想要回头的时候。 却发现哪还有什么退路可走,只能再次重复之前的疯狂的行为。 当然,这样为了达到目的,不择手段的人很少是能悔悟的。 他只会坚信自己没有错,是你阻挡了他前进的道路。 他会将一次次的错误责怪到你的头上,借着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成果,暗叹自己的聪明。 与这样的人处事,特别是一旦牵涉到利益的方面上,可想而知你会输得多惨。 所以发现人有这样的特征,不如趁早远离。 二,妒忌心强。 有个词叫两面三刀,你知道它指的是哪两面和哪三刀吗? 两面很好理解,无非是说一个人表里不一,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耍诈。 三刀则是指软刀子,硬刀子和险刀子。 软刀子杀人不见血,硬刀子杀人不留情,险刀子更是暗中害人防不胜防,听起来是不是十分可怕。 但两面三刀之人,从来不会把凶残写在脸上,生活中他们往往表现得人处无害,甚至还会伪装成慈眉善目的模样。 这类人圆滑世骨,拥有极高的情商,从不轻易将内心的真实情绪表露于脸上,口密复健是其特长,妒忌心很强,见不得别人好。 常常甘当面恭喜背后捅刀的事情,说的是人话,办的却是鬼事,对那些表面上称兄道弟,被地理下手比谁都狠的人,吃一次亏就得断交,若心软原谅,只会招来后患无穷。 共情是心理学中一个很普遍的概念,这就是一种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,去理解别人所面对的情况的能力。 同情心强的人,善于捕捉别人的情感,乐于去了解别人,去帮助别人。 但是,并非每个人都有同情心,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,会显得很直白,也很没有同情心。 但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,往往会很危险。 共情是人伟大的品德之一,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前提所在。 可在骨子里狠的人心中,他们不会让这样的温情干扰自己的行为。 我们一般将这样的人形容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,为了达成自己或者一个团体的目标,他们会如同一个机器一样执行最为理智的行为。 尽管这个行为可能让旁人如入冰窟。 我们若是亲近一个骨子里狠的人,往往会发现自己只能顺从对方的意愿,一旦我们出现不一样的想法,便会被对方从队伍中剔除出去。 尽管你也曾是这个队伍的中流砥柱,但在那一刻,从理智层面上说你已经不适合对方的团队。 我们由于各种人性的纠缠,往往难以成为一个骨子里狠的人,甚至在某些时候也会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不近人情的狠人。 似乎这样能够让自己更纯粹地追求目标。 可一个心中没有俗世温情的人,一个不会去照顾别人感受的人,他或许能在职场中层做出一番成就,但身居高位的掌权者无意不是善于照顾别人感受的人精。 他们冷酷,自私,对别人的遭遇没有半点同情心,只会冷眼看着别人受苦,就像是再看一场好戏。 近年来,虐杀动物事件成为热门话题,许多人都不明白,为何世间会有如此恐怖的一群人。 事实上,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那些喜欢折磨动物的人,一般都有一个心理问题,那就是缺乏同情心。 普通人看着别人被折磨,肯定会很难受,但是这两个人却不一样,他们非但没有感觉到疼痛,甚至还能从中获得一种快感。 心理学家发现,大多数的系列杀人犯。 在童年时期,或多或少都会有虐待动物的行为,当残忍的手段无法让他们满意时,他们才会将主意打到人类身上,没有同理心的人,通常都很危险。 所以,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往往不会有同情心,在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情况下,他却显得很冷淡,这就需要注意了,必须尽快离开。 四,自私自利。 每个人都有欲望,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加速膨胀,难以填补的时候就会变得自私自利,而且会非常可怕。 有时候,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,去做很多有失公允的事。 甚至是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,只要是自己的想法和欲望得到满足,就会不计后果地去做这样的事情。 特别是这种人,但凡手上掌握一定的权力,不管权力的大小,都会变成他牟利的手段,公为私用。 他为己用,在对方变得没有价值的时候就丢弃。 面对一望无际的欲望之海,这种人会变得自私、自大,甚至是目中无人,这种不好的行为也会传染。 所以,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,请一定要远离他,因为这样的行为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恶心。 五,以自己为中心。 史蒂文森曾说,自私是平静的。 它是自然力量,每一个人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,不可避免都要尝试去战胜这份自然力量。 而骨子里狠的人不一样,他们往往任由这种力量在心中蔓延,并将其视为人生的助力。 而在事业发展的前期,自私的确在事实意义上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,由于早期的好处。 骨子里狠的人往往更信奉自私带来的力量,这种自私发展到最后便是以自己为中心。 他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焦点,他们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来维护这一点。 以自己为中心,更是一种圈定领地的行为。 属于一种生物本能,对于侵犯自己领地的人,他们往往不介意用最猛烈的手段去打击。 狠人之所以有一个狠字,便是他们在做事情之上,为了信念,可以付出几乎一切代价。 若是你身边有一个喜欢以自己为中心的人,最好不要去轻易招惹他, 因为你不会知道自己略微冒犯的举动会面对如何凶狠的报复。 人的性格都是有阴暗面,但是我们不能被自己的性格阴暗面给包裹住。 如果每天生活在性格的阴暗里,那样人们是永远都看不到光明的。 作为一个有温度的人,虽然尝过世间冷暖,但依旧能温暖他人,我们要求不了别人, 但是可以让自己去践行,尽有法,退有道,人际关系里面进退之间也能留有真情。 相信人与人之间是美好的,用真情和真心去面对生活,明天依旧还是很美好。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